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这组继续在昌华江的形成 离祖传统建筑传醒屋 为当地人带来怎样的期盼 应该说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精神家园 攀态可居的坡路为何曾一度濒临灭绝 就在海南省也只有大概一千多头了 一半是海盐 一半是鲜鱼 如此做法会有怎样的味道 对我来说真的是觉得挺咸的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形第59集 悠游昌华江盘正在播出 走过千言风言不见一抹藏 见真盘顾开天日月如花绽放 多少次轮回难舍大地清晨 几万里坎坷须几几向前力量 我看见山江山下山下山高山奔放 千万条云测挂在天上 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激荡 今天又看醉陷阻烟花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异乡 有谁的地方是假的方向 不要问我到过多少地方 沿着河走教室早在故乡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异乡 遥远的乡村留在桃池多广 不要问我走过多少地方 每一朵浪花都是梦想飞扬 离开乐冬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设置组继续在昌华江的行程 我们沿314省道一路向西北方向行驶 进入昌华江流经的最后一座城市 东方市 昌华江在环绕东方市流经一百公里后 汇入大海 来到这里我们首先要去的地方叫江边乡 就坐落在昌华江畔 是一个梨族 苗族和汉族居居的乡镇 其中梨族人口占了将近90% 江边乡下下的白茶村是一个梨族自然村落 那里保存比较完整的梨族传统建筑 传行屋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 胡老师 现在整个这个白茶村还有大概多少间传行屋 目前还有86间 哦 86间 是不是以前这其实每一间传行屋都住人的是吗 都住人 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搬去新村了 哦 还有人住吗现在 目前是主要是传承人来住 哦 就是建造这个传行屋的传承人 对对 传行屋是海南梨族和苗族古老的民居形式 阴形状很像船棚 所以被称作传行屋 过去只有梨族先民生活的地方 才有这样传行的茅草屋 它是梨族的先民 原来是从内陆那边沿着那个大海漂流过来 但是它上岸以后呢 就是没有地方住 就把那个船的倒扣 倒扣的来当房子住 后来是慢慢就为了纪念这种方式 所以就搞那个茅草房 这个形状就像那个倒扣的船 如今在海南的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传行屋 但大都只是形似 像我们见到的这种 用茅草和黄泥 累积的传统船型屋已经不多见了 而像白茅草这样 大规模完整保存下来的更是少见 应该说我们白茅草的船型屋 是传国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成长 它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 然后数量比较多 而且像这些船型屋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怎么遭到破坏 还能看到非常完整的形态 因为我们一直都修缮 一直会在维修 是在保护 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房子感觉还挺矮的 尤其你看这个门这个位置 像我们进去的话 这个门差不多就一米六 一米七这个样子 它这个是有讲究的 因为它为什么搞那么矮 因为它考虑到防风的问题 搞得太高了 那个风来的话 容易把它削了 就是搞差不多是两米多这样 两米多 就是最高处吧 两米多一点 那它为什么这两边的坡度这么大呢 坡度大是考虑里面的空间 你搞坡度的大的话 空间就大 胡开帅接手术 船型屋看似简单 却很实用 现在会建造船型屋的人已经不多了 白茶离足船型屋的建造记忆 在2008年就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船型屋的家 你看就是有人生活 你好有人在家吗 你好你好大姐 贵姓 幸福 幸福 福 福大爷 福大爷 今年多大年纪了 六十 六十 哦六十 身体怎么样 身体好 身体好 精神不错 现在还住在这 您为什么没有搬走啊 这个凉块 这个凉块 哦 还真别说 这个空间真挺大的 是吧 因为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 那个茅草是铺到地上的 就外面还有一块 然后其实你看这个边上可以利用的空间 这个宽度大概有三四米吧 三米 是吧 然后这个高度也估计有个最高处 最高处得有个三米 两米五三米 所以说这个空间还真是挺大的 并且今天外面太阳很辣 一进来的确感觉很凉快 在房子里面能清楚看出 船形屋其实是长方形的 宽度不大 房子分为两节 没有窗户 只有前后两扇门能够通风和采光 船形屋就是有个特点是必须要烧火 必须要烧火 烧火在里面 它是对整个房子的茅草 还有这些藤条的一种保护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吗 如果你不烧火 没有人住的话 慢慢它就腐烂掉 不快完了 所以必须要烧火 新的越黑还越耐 新的越黑 就是越耐 越坚固 已经搬走的村民 每周都会过来熏茅草 每年还要换一次茅草 这已经成为白茶村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但即便这样 长久的风吹雨打 房子还是难免有腐烂和漏洞 福亚金和他的两个老伙计 就专门负责维修有破损的房子 这是在干嘛这边 这个在熊的大准备 我们这边准备搞墙壁 那里破了一个洞 就这个墙这边 脚这边画了一个洞 就用这个泥把它给补上是吗 维修用的材料都是就地去裁 粘土混合着干稻草 不停搅拌 直到它们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光用粘土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和上这个稻草在里头 它用稻草的话 它的结构会更结实 所以它这个稻草的形状 也是有一种藤条的作用 哦 这个结构在里面 这就是可以用的了是吗 就把这个 这个 获好的稻草和这个 泥放在这 就准备开始 休息这房子了 之前已经改好这个架了 你看它 这上面这个里面的这个 用树枝 它还起到一个固定作用的 就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钢筋 是吧 钢筋的作用 维修室 需要两个人分别在墙体两侧 一里一外同时进行 搞的时候是一层一层往上搞 一层一层向上 下面开始铺 它从中间你看 它搭在这个树枝上 所以说两边就都会有这个 茅草和泥土了 所以说里面同时有个人在接应着 把这个履履齐 是吧 履履平 通过维修破损的墙体 我们能看得出 建造船型屋的主要材料 就是茅草 木头和黏土 轴身不用一根铁钉 连接处都是用藤条 或者麻绳捆绑 全部都是天然材料 其实时间很快 用了大概就三五分钟 然后呢 服务师傅就已经把这块 刚才那么大的窟窿给补好了 就这个的平整 就全部是靠手 是吧 所以说你看所有这个 纯新屋的墙啊 它没有说特别平整的 因为这全是靠手 这样抹出来的 修补好墙体的漏洞后 福亚金他们 又开始忙着整理茅草 准备运来修起屋顶 编这个上面的茅草的时候 其实它这几根藤条 是一层压一层的 对 上下交错 你看它之前上面 刚放的一层 是在这层的上面 这层的上面 就这边 比方现在它把这个茅草 对到了这两层的下面 对吧 对对 然后这样交错的 去压着它 这样是为了结实 这样让它很紧的 一环扣一环 就像是齿罗印一样 对 会卡得比较紧 很紧的 福亚金从很小的时候 就跟父辈学习建造传信屋 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几乎没有新建的房子 它只是做些修修补补的货 一把茅草在它手中 很快就被扎成一排 像被子一样 准备盖在房顶上 那其实呢 现在加上我们这个摄像老师 一共是四个人 而且是成年人 站在了这个传信屋的屋顶上 但是呢 这个屋顶 它却丝毫没有问题 所以说可见 它在这个屋顶里面 纵横交错的藤条 它其实是非常结实的 所以呢 即便是我们这四个人 站在上面 可能六七百斤的这个重量 但是却丝毫没有问题 而且现在我站在这个脚下 我会感觉 它其实有一些 对 有一些弹性 你看我轻轻地这样晃一下 轻轻地晃一下 我们可以顺着目光 往这个边沿望去 综合密布的藤条 其实是把整个房子 变成了一个整体 福亚经把编好的茅草 铺到房顶上 只是用麻绳 将它固定在上面 这让我们很惊讶 在潮湿且多台缝海南 如此简单地搭建房子 却可以纹丝不动 一历百年 它这种是防风能力是很强 一般你这个八九级的风 都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你看去年 去年那个台风 把那个好多的橡胶树都吹断 茅草就没有问题 哦 这样的 胡开闪说 船型屋虽然冬暖下凉 但比较阴暗潮湿 在实名前的民房改造工程中 有人曾提出 将船型屋拆掉改建 但大部分白茶村人 并不认可这个提议 这个茅草房啊 所以我们梨族 应该说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精神家园 很舍不得这个地方 虽然出去住了 但是还要经常我来看 它是承载我们那个梨族的一个文化 跟一个载体 能够发展旅游也是我们这边群众的一个愿望 胡开帅告诉记者 发展旅游是大多数村民的心愿 白茶村现在生活着700多人 以种植水稻和牧鼠为主要经济来源 人群年收入不到一万元 我们这地方啊 确实交通是 到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阻碍 到城里 要坐70公里的车程 但是未来的几年 这个我们这个旅游前景是很广惑的 有大山 有大水 这里是属于一龙山这一带 大山 大水是大广霸 就是昌华江 可以说是一山淡水的一个好地方 而且这里的空气也非常好 现在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 白茶村人的梦想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完成传新物的拍摄后 胡开帅带记者来到不远处的新村 2010年 白茶村全体村民都搬迁到这里 每户分到三间房子 胡开帅告诉记者 按照当地习俗 每当有远方的客人过来 他们都会用当地特色的美食招待 这是为我们准备的是吗 准备搞 谢谢谢谢 你们辛苦了 谢谢 这米是你们这自己种的吗 对 这里是这里的山兰米 山兰米 跟我们平时吃的糯米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一样是因为它种在山坡上 它一年收益器 山兰米是由山兰道加工而成 山兰道是一种旱道 一般种植在海南中部 北纬18度附近的热带亚热带交汇处 种植山兰道不用施肥料 也不喷农药 只依靠天然雨水灌溉种植 亩产不到300斤 每年六月中旨 十一月收割 生长周期将近六个月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已经能够闻得到它这个米香味了 一种种这个清香的味道 很香的 很香 它用绳子 你看 这个很不一样 我们注意看这牙膊 它是拿一根线 用细绳将米团切成块 每一块都很磁细 白白胖胖 十分可爱 哇你看 怪不得不能用刀 你看这用刀就是这个结果 特别黏 特别黏 所以说才要用这个线来分割它 你帮你试一下 嗯 好香啊 刚才我就闻到了这股清香味 而且你看 它这个 就打好了之后 这个山蓝米中间哈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个米粒了 对对对 对吧 已经打得特别特别的糯了 你看这个粘性 我把它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手上 它还是挺重的 但是它都不会掉下来 如果不是山蓝糯米 就没有这种粘性 是吧 它是独特的粘性 你吃到口里面很韧的 嗯 有点黏牙 嗯 你就在嚼它的时候 感觉 它也很有 这个弹性的在张在缩 你嚼那个牛筋一样 啊对对对 您这比喻太恰当了 就跟嚼这个牛筋一样的 就特别的有弹性啊 真的很棒 再给我一块好吗 这是用来招待宾客的是吗 对招待贵客 因为它这个山蓝米相当的珍贵 嗯 平时在家不吃吗 对 节日才来出来 那么我们的山蓝节才做 山蓝节是当地离祖的一个古老节日 山蓝节期间的美食 大都由山蓝米制作而成 其实山蓝节我们这里也叫做 也另一种叫法叫做丰收节 丰收节 丰收节就是把山蓝米都收好了 一年到头辛苦 劳作所得到的大米 都收成好了 大家就过这个节来庆祝 庆祝这一年好了是丰收 好的丰收 要祈求来年 有更尴尬的丰收 明白了 山蓝节的日子并不固定 都是由村里的长辈们推算出来的 一般在农历12月中旬 等一年一季的山蓝道收割完成之后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穿着民族传统服装 唱离歌 跳竹干舞 连续欢庆两三天 在江明人嘛 他这个节日比春节还隆重 他出去外面打工的那些小孩 那些孩子 他春节可以不回来 但是他过这个山蓝节 他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回来团聚 山蓝米 山蓝节和传幸屋 在当地离祖都传承已久 胡开帅向记者介绍说 对传幸屋的开发和保护 应该是整体性的 在保护好68间传幸屋的同时 当地离祖传统文化 也应该囊括其中 包括酿酒技艺 传统美食 及离祖的织锦技术 这些既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其实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生活在这里的离祖同胞 他们是非常热情好客的 在白茶村这一天 我感觉这里的确是一个 很不错的地方 因为四周围 青山环境 它的自然环境 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 非常的原生态 同时在这儿 还有着非常能代表离祖 生活文化的一个传心屋 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感觉 其实他们真的希望 这里的旅游能够发展起来 因为有游客来到这儿 就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同时呢 游客的到来 又可以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一些 当然 他们现在一直在做着准备 去迎接这一天 保护区内与坡路亲密接触 我在喂它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担心它咬着我 海南坡路为何如此珍惜 就是在海南省 也只有大概一千多头了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第59集 悠游昌华江畔 正在播出 东方市地势东高西低 有山地 丘陵 和平原 等多种地毛类型 东部山区 是苍茫临海 和纯净空气 西部 有碧海蓝天 和美味海鲜 而昌华江 自东南向西北串联期间 江两岸的丘陵和平原 是人们主要聚居的地方 也是很多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 其中最有名气的 要属海南特有的珍贵路中 坡路 我们沿昌华江 一路向西北方向行驶 来到去东方城区 12公里处的 大田坡路自然保护区 您好 佛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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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久等了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坡路吧 对 坡路 这个是来这儿的游客是吗 它好像一点都不怕人的样子 它是遗弃的时候 我们带回来 被遗弃的是吗 它对人接触比较多 你们在喂它什么呀 地瓜 地瓜 它吃吗 吃 我可以摸摸它吗 可以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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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喜欢吃地瓜的 好温顺 坡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中国仅生活在海南西部的丘陵草坡地带 历史上 坡路曾广泛分布于海南各地 但如今仅在东方和白沙等地还能看到 佛老师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我觉得你看 它不是就跟我们平时见到那个梅花路啊什么的很相似吗 是 它体型稍微可能比梅花路小一些 体型比梅花路小一些 就身上那个梅花斑会少一些 福运南告诉记者 坡路与梅花路最大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雄鹿的鹿角上 梅花路的鹿角向两侧弯曲略成半弧形 而坡路的鹿角则先向后 然后再弯曲向上 并向前伸展 形成独特的大角度弧形 其实我很想知道一点就是 坡路坡路 首先是从它这个名字说起 它为什么是这个山坡的坡呢 这跟它的生活习性有关系吗 坡路它是那个 属于那个日带的这个鹿种 它是日带它而且它是在低海拔 低海拔它不上山 然后它就主要在这个我们这个丘陵地带 那个西枢草原 福老师那你看远处那个树下不是站着好几只鹿吗 我们往那边能不能走一点 可以近一点 可以近一些 它们会跑吗 因为它现在是那个发情季节 发情季节它是极权 你走进去一点 不是太近它还可以 没关系是吗 可以靠近一点 行那我们就往那走走 好吧 远处平缓的坡地 因为有了几头坡路的活动 让人有一种置身草原的错觉 坡路虽然是极权而期 但通常不会十分明显 只有在发情季节 才能看到大规模的路群 我觉得它很好奇啊 可能是在打量我们似的 跑路都是很好奇的 然后它如果在跑的时候 它还跑一段 它最近它要回过头来看 所以它就有那个路回头那个传说 一个说离出猎人去打猎 打猎然后赶一头坡路 赶到那个从这边赶到天涯海角那边 然后要放进的时候 那个路是回过头来 就变成一个离出的少女 如果两个人结成白人是好 然后回头 还是有这个美丽的爱情的传说故事 这是一个传说故事 但是不是路它的习性 也是这个样子的 尤其是坡路 边跑边回头 是坡路对周边环境的一种警觉 坡路的视觉和听觉都非常敏锐 在觅食的时候 它们每吃两餐口 就要抬头四处张望 听一听周围的动静 匆匆吃完后立即离开 一旦发现危险 立刻几尺狂奔而去 两三米高的桥木灌丛 或者小河沟 都能轻松地一跃而过 在我们离它差不多 只有四五十米距离的时候 它们发出了一声叫声 就是警觉 警觉 就是警觉的叫声 然后就开始跑了 坡路的发行期 一般在四五月份 这时已进入雨季 树木抽羊 野草茁壮 食物十分丰盛 坡路身体逐渐肥壮 这个时候行路为了争夺配偶 会发生激烈的决斗 获胜者就与此路交配 一直相伴到发行期结束 在大部分坡路四散而跑的时候 我们看到草坡中间 有三头鹿似乎浑然不觉 依然围在 霍鹿园的身边悠閒地吃东西 附老师上这三头和 人特别轻的路 都是自己驯化的 对 小时候 然后我们 讲的这个 驯化 他们现在呢 大概多大了 现在这个路是吧 现在这个路 像那个泪头相当于 那个 那天天是 七十岁 这头呢 这个相当于六十岁 哦 坡路的寿命大概是多少 八年 十八年 过去坡路是极为珍贵的药材 曾经被当地人看作 是灵丹妙药 但正是他极高的药用价值 曾经一度给坡路带来灭顶之灾 其实他真的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看我在喂他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担心他咬着我 因为他会拿他那个嘴唇 然后非常轻轻的 触碰你的手 然后呢 再把这个食物给吞咽下去 这个坡路是比较温顺的一种动物 很温顺的一种动物 的确我觉得他好像 好像也很乖的样子 那这个坡路 现在除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海南有之外 还有其他的省市自治区有吗 它坡路是只有我们海南 是还有 就它我们海南的特有种 它属于这个热带的这个路种 热带路种 就只有中国范围之内 只有海南是有这个坡路的 那现在总共这个数量的话怎么样 一千多一点 就是在海南省 也只有大概一千多头了 坡路可以说是海南岛 最早的居民之一 早在四百万年前 他们就再次定居 曾经海南岛上的坡路 就像黄牛一样多 混入牛群中吃草 金黄色一片 岛上世纪五十年代时 海南岛还有五百多头坡路 但由于领地的缺失 和乱捕烂裂 岛上世纪七十年代 整个岛上仅剩下二十六头坡路 大田坡路自然保护区 成立于1976年 是以保护海南坡路 及其生活环境为主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占地一千三百多公顷 保护区刚成立时 只有几名工作人员 他们每天都要到周边村庄做宣传 与村民签订互录管护责任状 并从每个村庄 聘请一到两位村民到保护区做护路员 希望以此带动村里人对坡路的保护意识 在宣传的同时 保护区对坡路的生存环境也进行了改造 这是饮水池 东部的这个银水是出水的 没有很多地方公关 很汉的地方 很汉的地方 我们以前建保护区域 那个在汉汁 一个是没有草 一个是骗水 坡路比较耐旱耐热 但他喜欢在有水的草地附近密室 尤其喜欢吃水边 或沼泽地里生长的水草 所以保护区 人工挖进了十个蓄水池 这些蓄水池 一般都建在地势比较低的沟草中 并于汇集雨水和土层中的含阳水分 福老师 这中间这车是在干嘛呀 这个 我们就是神经改造矮化 矮化 矮化什么呀 一些灌木 从那个杂草 就打掉它 坡路的主要食物是嫩树枝叶和青草 包括白毛 鸭嘴草和竹节草等 但因为一些灌木的繁殖能力太强 抢占了这些草的生存空间 所以保护区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进行人工除草 那一般来说这样的除草工作 大概多长时间会做一次呢 一年要除这么两个三天 一年要除两个三天 这样才能保证它能有充足的这个食物 可以吃得到 正好这个除草车来了 我们也跟上面的师傅聊聊 师傅 等一下 你好 师傅 您这个整个一圈除草 大家要通常时间吗 现在有三四个钟头 三四个钟头 那您都一直在这儿 是做这个除草工作的吗 一年两次 整个现在我们看到 这一天全部都除草了 是吧 行行行 那您继续工作吧 好 谢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保护区对坡路实施了千里保护 先后有五百多头坡路 被迁移到稳昌和三亚当地 坡路的生存范围在不断扩大 种群数量也不断增多 三十多年来 保护区从无到游 坡路从二十几头增加到一千多头 当地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坡路再造了一个家园 八所渔港内 感受渔家风情 出海专业的人是需要放冰炮的吗 对对 昌华江入海处 品尝特色于纵 就跟我们爱吃那个俘虏啊 有点相似 远奉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第五十九集 悠游昌华江盘 正在播出 离开大田坡路自然保护区 设置组乘车前往昌华江 入海口附近的八所渔港 因为我们打听到 那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 叫鱼粽 是生活在海边的人 最喜爱的一道菜 它的制作方式和味道 都堪称奇特 这里呢是东方的八所港 八所港呢 对于整个东方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 其实啊 从眼前的这个景象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 全部都是渔船 而且远处啊 就是南海 从这儿呢 出海捕鱼 也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呢 每到这个繁忙季节 这些渔船进行出出 一定是一幅非常热闹的场面 八所渔港 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面临北部湾 是海南三大中心渔港之一 能同时停口 一千多座渔船 现在还不是捕鱼旺季 但港湾里 依然停靠着上百艘 大大小小 五颜六色的船只 叔叔 这些渔船 准备干什么去 现在准备要出海抓鱼 出海抓鱼的人 是需要放鞭炮的吗 对对 放鞭炮是我们这边的风俗 就放鞭炮 就等于出去抓鱼 是大击大力 这样的是吗 还有大量的抓到鱼回来 就是希望能够有个好收场 对 福建云十八所镇的居民 父辈都是地地道道的渔民 他高中毕业后 并没有选择和父辈们一样的生活 而是把福建渔民捕捞的鱼收购起来 专门制作鱼纵出售 这些鱼我们先认识一下好不好 都是什么鱼 这些是什么鱼 这个是花椒 小花椒 小花椒 花椒鱼 哦 花椒鱼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大花椒吗 这个是西刀鱼 西刀鱼 西刀鱼 对对对 哦 这是那个海里 海里鱼 哦 这个是鱼杆 鱼杆 对对对 哦 这个是鱼杆 后面剩下的这些 这个也是 都是海里鱼 都是鱼杆 还有红尼 哦 像这种 这种真的红尼 哇 这个鱼杆都挺重的吧 对对 哦 这个新鲜的时候 到处要20斤 哦 现在就即便是晒成鱼杆 里就有十几斤重啊 有 有 紧沉的 这里晾晒的都是已经加工过的鱼 鱼身已经剖开 晒直而成的是鱼杆 摸上去比较硬 而这种鱼体完整 摸起来软软的 就是鱼纵 现在天气比较热 嗯 也不喜欢吃那么摇腻的东西 嗯 感觉就很 那个 就心里面也不舒服 我就想吃这种鱼杆 就比较鲜的 排骨一下 嗯 其实 味道挺重的 味道挺重 我们 这是我们巴蕃最喜欢的 是这种鱼杆 是吗 对对对 虽然名为鱼杆 但其实和粽子 没有一点关系 它是腌着而成的一种 梅香鱼 所以我们在附近 能闻到一股 发酵后的咸腥味 鱼总不能算是一种特色小吃 一般只用来 左餐使用 类似于北方的咸菜 或四川泡菜 这个是刚刚腌好的 但是还没有拿来冲洗过 现在又拿来 我拿来冲洗一下 哦 我看这上面覆盖的都是盐 对 是吧 哦 这个是马上准备 要冲洗之后 还没有晒的 哎哎哎 哦 这个箱子里有四十多条鱼 却装了五十多斤盐 看上去就如同把鱼 埋在了白雪里 这么多的盐 至少要反复冲洗三四遍 才能清理干净 洗好的鱼粽 就可以挂起来晾晒了 福锦云告诉记者 制作鱼粽 最关键的步骤 就是堆研 这个过程要到渔船上 才能看到 像别人这个渔船上 都有人生走 是 只有在哪里 的都有 就是说渔船 他们就是他们的家 对对对 那他们靠这样的这个船 往返他们自己的船和安贴 这叫空气 叫空气 对于渔民来说 渔船既是生产工具 也是生活缠所 他们大部分时间 都在渔船上 所以这里的每一艘船 都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这条船是福锦云一位朋友的 与这里大部分渔船一样 分上下两层 船舱是生活区域 船头的活动空间比较大 上面堆满了鱼丸 这边这边两位师傅 正在做这个鱼种是吗 对对对 我们拿一条这鱼看一下 就是这个鱼好像 我捏起来它已经软了 对它软的这种效果 它可以做鱼种 它不软的话就做不了 巴索鱼港所在的北部湾 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 自然条件优越 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有两百多个品种 师傅们正在处理的是黑苍鱼 这是在沿海地区 比较常见的鱼种 这种鱼肉嫩骨软 比较适合制作鱼种 他们把鱼清理干净后 就开始堆盐了 你好师傅 我看您在这边 往里面塞盐的时候 塞的可真不少啊 塞的越多越好 它这个鱼是这样子的 把那个盐巴塞到肚子里面 就是说把它的肚子里面的空气 什么都没有 要是里面会有少要有点空间的话 它就会发臭 发臭的那个鱼的质量就不好了 所以它这个盐巴就为了防止它发臭了 所以你看它在塞的过程中间 塞的过程中间还会用这个筷子 把这个盐给倒一倒 然后把它倒得比较均匀一些 这个也比较紧 制作鱼种十分耗盐 仅仅填满鱼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麻方腌制时 还需要大量的盐 那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这个桶里是吗 放到桶里面腌制好了 所以拿盐巴来盖 就是其实把这个鱼放好之后 我看最下面那层也铺了一层盐 对 一定要放盐巴 放在下面 然后它倒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再拿一点盐巴来扫 扫在上面 就让它这个每条鱼和每条鱼中间 每条鱼的 就是说两侧都会粘到盐巴 一条鱼一层盐 这样层层码放直到把桶装满 最后还要压上重物 再腌制八九天左右 就会成为鱼粽 福锦云提前为我们准备了一条 已经腌好的鱼粽 他告诉记者 鱼粽的肉质十分鲜难 加工时最好用锅蒸 其他烹饪方法 很难保证鱼肉味道纯正 现在这个菜已经上桌了 都是刚做好 那这个是鱼粽 对 这是鱼粽 这个呢 这个是鱼干 这是鱼干 哦就是我们在那个岸边看到的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两个菜的区别好不好 我来吃下这个鱼粽 鱼粽 看 这个表现 嗯 哇 我觉得这个鱼粽的味道 哦 你看你看 这就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刚才 你一直在跟我强调得嫩得软 对不对 的确现在也做到这个了 你看我刚才这个筷子挑着没注意 一下就散了 然后散在我这碗里了 试一下 好 试一下 试一下 吃到嘴巴里面 像粉一样的 试一下 咸一点 是吧 哇 对我来说 真的是觉得挺咸的 真的是挺咸的 好赶紧发两口饭 初次品尝鱼粽的人大多会像记者一样 咸得有些欲哭无泪 但对福建云他们来说 鱼粽吃起来松软香滑 是不可多得的调味佳品 他们还经常把鱼粽作为礼物赠送清友 鱼粽呢 放到跟这个米饭在一起 就是说一定要粥 这样饭就不行 放在粥里面来嚼 吃得很香 而且这个鱼粽吃到嘴里之后的感觉 就跟我们爱吃那个腐乳 有点相似 就是稍微抿一下 但是很奇怪 因为这个是属于鱼啊 那个腐乳是豆制品 但是它却能做出来 跟这个豆制品完全相似的口感 相比鱼粽独特的味道 用海里量刹而成的鱼干 味道要容易接受一些 虽然这个鱼干跟鱼粽只相差一个字 但是他们的口感是天壤之别 那个感觉就跟腐乳一样 非常软跟面粉似的 但是这个的话 你得使劲嚼才能嚼得动 对 它本来是鱼干的东西 它那个肉还没有发酵 福锦云告诉记者 巴索鱼港现有四五家店铺 专门制作和销售鱼送 在东方市城区里西特产店里 也能买得到 游客带回去放在冰箱里冷藏 能保存一个月左右 这个是我们从上一辈的人 在上一辈的人 这传下来的东西 据说他们都是原先没有人会做这种东西 他们抓上的仪 就是偶尔会发现到这种窍门 所以他抓上来了 感觉扔掉了浪费 他不如就拿研发来试弄一下 其实这个上面保存 可以 它可以保存一个页 这边每家每户都会做是吗 很多传承下来的事物 他们的制作方法 大都来自于先辈们 在日常生活中总结的经验和智慧 鱼送也是如此 它虽然不是主餐 也可能很多外地人 未必能接受它的味道 但对于生活在这片海鱼的人来讲 它就如同柴米油盐一样 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 家乡味道 走进花梨之乡 看海南黄花梨 有何独特之处 这个都是黄花梨独有的味道 对 种植 加工 了解当地人与黄花梨 密不可分的生活 花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探动 溯源 寻找野生黄花梨 一颗百年的黄花梨 还有滋生了这个新的生活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 第六十集 昌华江盘 花梨香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